激活! 各位評審老師參賽同學大家好 我是智學童男聯隊的黃千勛 向大家介紹我的作品 社會領域的 運輸建設 運輸設施 現在國內呢 推動了一個叫做 國民旅遊永會的措施 然後呢 我的阿姨 然後就是花蓮是 就是很多人會選擇的地方 然後就是我的阿姨 就是想來花蓮玩 然後呢 於是 她去搜尋了 花蓮的觀光資訊 來看看我的阿姨 最後搜尋的結果是什麼吧 花蓮的旅遊 暴自然水果 暴自然水果 啟動 花蓮的花蓮 成熊 童 discussing 每年夏天 花蓮的 赤壳山 約時淡山 和很美的金珠花海喔 没小吴包 车票了 却不停收完 结果呢 阿姨就很傻眼 说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有一个小精灵出现 说他想要帮忙阿姨 所以呢 小精灵呢 就设计了一个小转盘 平日出游呢 就是 平日出游呢 就是鼓励大家可以 平日来花莲馆 这样子交通会比较便利 那我等一下再示范一次 一起开几个 阿莲的木线 倒进来为一股水中的泡沫的小骨 是世界的平面哦 阿莲的高骨的地瓜 看起来有小小的骨骨 而且是很风光鲜花 每年夏天 阿莲的赤柯山 又是淡山 有和美的金春花海哦 等一下我们到车票去听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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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站在 the next day 这个小间 我们的智学同兰研队 那只要我们一起 重振国小的同学